最近全台在闹蛋荒甚至价格还回到了历史沟点 那么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呢 他为此向民众来斗欠 但同时他也说这鸡蛋是生物性的产品 没办法向工业产品来直接复制 只能说现在可以买到蛋似乎很值得炫耀 我们来看到昨天呢 美食卖场好事多是在脸书的粉砖放上照片 似乎说好事多的鸡蛋永远不缺 只有呢买不到的价格 结果遭到炎上了 因为这眼睛的网友就发现 管理员用的居然是去年照片 因此就被质疑真实性 逼着最后的管理员重新发文来解释误会 而另外也有网友说 他是利用外送平台买了两盒蛋 15分钟呢就送到了哪来的缺蛋问题 好但是他的名气呢摊开来一看 如果再加上运费20颗蛋 平均一颗要价16.1元 这一度是引爆网友怒火 一进超商在柜台旁 就看到鸡蛋堆满满 一盒还百元有找 在全台掀起缺蛋潮的时刻 让民众不敢置信 我就是可以买没有限购 店员更直言鸡蛋没有限购 超商则声明 这是单店活动 不是全店都有 主要依各店销售状况 来调配供货量 不过另一头 在内湖的美食卖场 鸡蛋数量更多 民众一早就来抢购鸡蛋 因为这里主打一盒30颗大份量 还没有限购 纵使鸡车快要载不下 民众也要搬回家 很难买啊 就很难买啊 怎么样的难买 市场就货比较少吧 而就粉砖彭文 美食卖场鸡蛋永远不缺 不过仔细一看 外包装标示 产品有效日 竟然是2022年中 引起许多人质疑 没想到被抓包后 粉砖管理员 竟然把图片日期打码重发 引发网友论战 缺蛋潮让民众喊苦 然而也有网友直言 透过外送平台 两盒蛋马上送到 根本不缺 没想到秀出战利品后 却被其他网友直呼 价格也太贵 因为平均每颗蛋 竟然要价高达约16元 就连令委 印元 也纷纷po出 直击卖场缺蛋照片 看来政府得设法 早点解决问题才能平行民怨 借王嘉庆刘一轩 台北送报道